現在花餅完要來吃我們的宵夜 然後到位比賽 真的好想吃吃粥小菜跟豆醬 這就是紐約花餅完的宵夜 來來來來來 吃給我看吃給我看 喔喔喔喔喔喔好性感喔 好棒喔 這紐約就是要折起來 紐約要折起來是不是 教一下大家標準的施法 他吃的是那個cheese slice 就真的只要一塊錢 對啊 一片三十塊台幣 欸好吃嗎 重點 好多層 我剛剛說我只要吃一口他們就好 後悔 後悔了吧 沒有後悔 一口就好 很好吃耶 還不錯 喝完酒吃pizza好爽 沒錯我們今天又要來做飯了 因為像是我上一個vlog講的 冰箱裡有新鮮的食材 我就是會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煮飯把它消耗掉 然後我今天要來做這個 Hey Honey Salmon 一個鮭魚的料理 但是他叫我烤 Potatoes 就是他要烤馬鈴薯 我有點不想 我真的很不想用烤箱 他還有那個green beans 我大概就是煎一煎鮭魚 還有煎一煎這個 我就覺得可以了 反正晚上就不要吃便粉吧 那我們就 大家一起做飯吧 整個變成美食youtuber有沒有 但你們有看過這麼厭世的美食youtuber嗎 我是被逼的 我不是喜歡做菜OK 鮭魚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這個油脂去來炒這個green beans 其實通常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他有提供他的醬料 我就想說那你還是來弄一下好了 吃吃看他們的調味是怎麼樣 完全了 是不是蠻像的 就只是少了馬鈴薯而已 馬上來吃吃看 怎麼好吃 又成功了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五 終於結束很累的一週 然後現在是8點49 因為我跟熊傑還有green 他們今天在queens 一個地方表演 那我們現在表演完 我要去跟他們會合一起吃宵夜 然後我上一個vlog 是叫做夏天就這樣結束了 現在夏天是真的結束了 現在才看一下 18度 所以真的蠻涼的 今天可以穿外套了 那我們走吧 去吃宵夜囉 又來到華盛 雞針你敢吃嗎 我敢 豬肉 羊肉 哎喲哎喲 羊肉 走 Let's go 來吃拉麵 它有這個鴛鴦碗 全都要啦 這個menu好台喔 它有什麼豬排拉麵 會把這種肉丟到麵裡的 不是只有台灣人嗎 他說這個倒進去 櫻花會變顏色 它變什麼 所以它是會變不見是不是 诶 它會變藍 有有有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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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耶 乾杯 乾杯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一百六 我現在看一個 宿敵滿杯 現在是四強禪 日本對上馬來西亞 滔天仙鬥跟栗子架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奧運之後 就完全變成羽球迷 我現在有什麼意思 就會一直看著 國際羽球的比賽 因為他們在一些羽球比較不盛行的國家 都會有所有比賽的直播 不會鎖ID 像美國就是羽球很不盛行 所以都可以免費這樣看到比賽的現場 那我現在就是在看比賽 吃早餐中 嗨各位 現在剛下班回到家 我們休息一下 就要去做一件我很常做的事情 就是 先頭髮 但我們今天不是要找尤俊喔 因為其實就是前幾天我才突然想到 這個週末就是John要來 你們知道John是誰嗎 就是那個美航第一美John 然後呢 他這麼常在說自己第一美 或是自己多漂亮什麼blahblahblah 我就想說 天啊我就是紐約最美OL啊 我怎麼可以輸給他 那我怎麼可以用一頭亂髮去迎接他的到來呢 所以我就很臨時的決定 雖然現在沒有很誇張 但是我好像還是要修一下頭髮 結果尤俊就是很紅啊 直接整個禮拜都被約滿 所以我就找了一間那個 Flushing Chinatown的店 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樣 但是我今天大概就只有想要修一下頭髮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去Flushing剪頭髮 說到剪頭髮呢 之前上禮拜在外面有遇到一個台灣人 我發現很有趣就是 因為在紐約就是很多朋友的朋友 我們可能就是在喝酒的場合遇到 然後大家就是在那邊一杯兩杯之後 可能有些人酒意比較上來比較大膽之後 大家一開始都裝美食 就喔你好你好我是誰誰誰 然後在那邊裝不認識 過了沒多久就會來偷偷跟我說 其實我有看過你的影片怎麼樣怎麼樣的 越喝越多就會說 我跟妳講妳那個齁 妳那個剪頭髮妳去太多次了 大家觀眾會膩 請問大家會膩嗎 我如果真的一直去一直去 然後拍一樣的片段大家會膩嗎 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你知道我來說你吧 Eason 那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如果大家真的在路上有看到我 或是有看過影片的話 都可以歡迎自己來跟我講 我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為了迎接美航第一枚的到來 我們今天就要去整理一下門面 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 這是我的OOTD 還有我很亂的床 New Balance 327 還有從九分褲洗洗縮水片 八分褲的褲子 還有穿很久的牛仔襯衫 這件大概我已經穿四五年了 走吧 我撿完了 我只能說Flushing就是一個真的很方便的地方 現在才7點18 我大概是6點50到了吧 就才二十幾分鐘我就馬上撿完了 而且我今天本來還在上班的時候很緊張 想說其他那種曼哈頓的那些髮廊都被預約完了 然後我還打電話來就跟他預約 他就很chill說 喔好啊幾點然後行行什麼的 結果我來根本就是真的隨時你要進來撿的話都沒有問題 技術也還OK 就是我就把旁邊推推推乾淨 然後現在看起來是比剛剛清爽很多 整個有精神一點 而且裡面真的很驚人 就是Flushing我每次來 就像在美國那麼久 然後來紐約這麼多次 現在住在紐約 我還是覺得Flushing就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這真的是一個完全不用講英文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很輕鬆的做所有事情 還可以用支付保護錢 我剛才反正想要用支付保護 因為我上次去上海支付保沒有錢沒有用掉 可是我剛剛 我手機支付保還沒載回來 所以就先用刷卡 但我真的覺得很酷 早安 現在是禮拜六的早上 十點多 我現在要去吃一個brunch 跟上次一起吃火鍋 那個知名Tiktoktor一起吃brunch 他有找我要一起拍一個舞蹈影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答應了 而且我還真的練了一下 可是呢就在這個時候 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時候 想說我要來吃一下東西 結果 就後面那個冰箱 大家有看到嗎 我要玩腰去拿東西的時候 結果我的腰整個就 大閃到 現在腰超痛 但是我人生第二次閃到腰 然後兩次都是在三十歲之後 我以前小時候常常聽到 因為長輩在那邊靠腰說 腰很痛啊什麼什麼 然後都沒辦法理解 因為我以前就是可以被 然後在那邊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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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從來就不會覺得不舒服的 可是我那是 上一次第一次腰閃到之後 我就真的嚇一跳 真的很可怕 然後我也不確定我現在 是不是有什麼後遺症 不然怎麼可能 這麼輕鬆彎腰的動作 就讓我腰閃到 反正anyway 我現在腰就是閃到 有點痛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那個影片 能不能拍成 就是要看 我們大家的狀況 然後我跟這個人 有一個很深的淵源 我們等一下看到他 我再跟大家幾號要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先出發 走 他非常容易尷尬的知名TikTok者 OMG 他已經開始了 他已經開始了 他叫Mar 為什麼你開始了 我都這樣啊 迅雷不及言 最近太吵了 我等一下出去再跟大家講我們的淵源 先這樣子 我們就是在吃brunch 已經要吃完了 先給大家看這個帥臉 好那個故事呢 笑屁啊 那個故事呢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UT Austin畢業的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他是大學生 我們自己很有生 結果呢他打工的店 就是一家我那時候 你知道18年前的Austin 根本沒有什麼亞洲料理 然後就是一家很trashy的店 叫做 沒有那麼trashy 叫做Tapioca 很好吃很好吃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愛去吃 但是裡面真的很痠 然後他們服務生態度都很差 我態度很好 普通吧 還好吧 結果 就是他上次來紐約玩的時候 我們就在聊天聊天 他說他也是UT的 我們就聊聊聊聊 結果他媽的他在那邊打工 所以我根本就跟他見過 然後他還服務我很多次 肯定服務過 一定有 我就是記得那個樣子 他就是這樣 ok what do you want 哈哈 我沒有what do you want 說hi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會把那些廚師送出來的飯 然後放在一個保麗籠 然後上面swayser也是廚師 然後丟給你這樣子 就是非常輕鬆的打工 然後那邊的桌子 永遠都是黏黏的 就是都很噁心 我每次去那邊 我們都要這樣碰到 我就咦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廁所啊 那個衛生紙 那個垃圾桶都是爆出來的 永遠都是爆出來的 不知道那家店 現在有沒有renovate 放在這邊 如果時候有要去Austin念書 或是現在在Austin念書的人 可以有空可以去那邊試試看 現在比那個時候漂亮一點 對 那時候真的很不漂亮 哈哈哈 那邊就是我的研究所回憶 就是我在Austin 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然後沒想到 我跟他已經見過很多次面了 然後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是知名tiktoktor 跟大律師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你們周圍的人好嗎 過了幾年 或是過了一段時間 都會發光發熱 所以大家要善待周圍的人喔 你看他現在漂漂亮亮的 Oh my god 以後還可以幫大家打離婚官司 哈哈哈 他現在找他要在哪裡拍他的tiktok video 剛剛在那邊China Town 這麼少人不選 然後挑了一個這個地方 然後他又很俗辣 他心中其實都有一個畫面 但他就是不敢你知道嗎 不敢跨出那個第一步 當害羞的人 然後要做演藝人員就是會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我幹嘛答應他 來參加這個活動 真的超尷尬 在路邊要跳舞真的超尷尬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tiktok的幕後花絮 就是在戶外跳舞是一件多尷尬的事情 大家其實respect每一個在抖音上面 散發自己才華的創作者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就是 相對人少 然後這邊還意外有鏡子可以練舞的地方 好我們差不多正式錄了 我現在就想要去死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是什麼環境 到底為什麼我要sign out這件事情 今天是我的tiktok出道日 也是我的營退之日 同一天好不好 今天是10月9號 大家記住 拍完了 我覺得我再也不會參加這種活動 因為我跳舞也不好看 我到底來拍tiktok幹嘛 然後如果大家有tiktok 是國際版的 我不是懂的 就是tiktok 就請保護他 就是他的賺號 然後他現在要進去跳money 我們跟著進去看吧 走 嗨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場景 他現在要拍money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 我有多敬業 我是一個多認真 幫別人拍影片的人 挖巧 看到了嗎 我就這麼敬業 這邊還戴耳機 可以聽到音樂 然後一邊幫他運進 我們今天下班了 中文 下班了 我跟你講大家可能常常會有人問我 你在地鐵上面拍影片 或是怎樣走在路上講話 會覺得很尷尬 我跟你講全世界其他地方答案都是會 可是在紐約這個地方 就是真的no one cares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放下你心中那塊 然後在包袱 然後在拿掉之後 真的沒有人在乎你在幹嘛 用力跳來怎麼樣怎樣 然後你看周圍 為什麼沒人在理 所以這就是紐約特別的地方 這才是為什麼 我們敢在這種地方 大跳舞 你需要克服的 就是心中自己那一款 克服的就克服 然後因為Apple Store就在這邊 我的AirPods 有點壞掉 我今天本來就約了 要來這邊檢查 15分鐘之後 我得到新的AirPods 因為他們現在好像有問題 就是在照回 所以 新耳機 那我們現在要去跟John吃飯了 走 我又來了 我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我的頭髮嗎 你試我介紹一下 你是誰 我是美航第一美 可以嗎 可以 他終於光臨駕到 認識我嗎 認識啦 怎麼可能不認識 大家好我是美國航空第一美 我講了好幾個月 他現在終於出現在這邊了 好我們現在到朋友家 我們要來吃飯 剛剛餐廳等太久 我們就直接回家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來玩 有遊戲也有遊戲 但是我沒有看過有遊戲 你沒有看過有遊戲 我還沒看 你知道等一下會幹嘛嗎 我不知道 等一下會被顏色喔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聊了很多其他YouTuber的話與話 哈哈哈哈 沒有看過